第十七題第十八題是題組 一公升的光計畫起初由麻省理工學院學生 於2011年發起 他們在一公升寶特瓶中裝入純水與適量的漂白水 將寶特瓶固定於屋頂 並密封接縫防止漏水 屋外的陽光可透過瓶中的水進入屋內 形成免費的照明裝置 請依據提議回答下列十七題到第十八題 第十七題是我們說 如果回收桶中有以下四種顏色的寶特瓶 你認為挑選下列哪個顏色的寶特瓶 作為製作照明裝置的材料 可使照明的亮度最高 那我們這交過了 如果我們這是一個紅色的透明顏料 那麼光照過來的時候就讓紅光通過 但是其他光會被吸收 所以任何有顏色的顏料都會吸收一些光線 而讓某些光線通過 因此採取透明無色的才能夠讓光線完全通過 那使我們照明的亮度最高 所以第十七題問我們說 你認為挑選下列哪個顏色的寶特瓶 作為製作照明裝置的材料 可使照明的亮度最高 我們答案選的是豬 透明無色 都還寫了 不停我 不停我